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了易子淘气室之后 我们搭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巴士 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宇都公 回来这里的原因就是宇都公 号称是日本的饺子首都 这名字真的很加压 经过统计整个城市 大概有200到300间的饺子店 一开始是大概20年前 当地的政府发现 宇都公这个地方 他们的饺子消费额是全日本 全年最高的 后来他们就开始大力推广 这件事情 今天这一集呢 我还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 一起跟我们品尝宇都公的饺子 让我们隆重欢迎 饺子维纳斯 这个就是当地最有名的地标 饺子维纳斯 它真的超乖 你看它旁边还有饺子的波浪 像贝壳一样 看得出来是一颗手工的饺子 总之你可以感受到整个城市 都为了饺饺而疯狂 那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就带飞宝们来看看 宇宙公的饺饺 到底有多好吃 本来是打算直接去吃饺子的 但路过觉得这间店看起来有点太讚了 决定先进去换换 我点了一个草莓大骨 你看它草莓有多巨 然后旁边还有这个是抹茶生乳酪 夭壽 宇都公呢 跟义子一样 这边也是盛产草莓的 排队的人潮有点多 但速度还算快 提醒贝宝们 如果你有来的话 他排队前要先抽整理券 那整理券的方法呢 是要用LINE加好友 然后东按西按 东按西按 扫这个QR Code 就OK咯 刚刚我们排的那一个是常设固定的 然后这个是每日替换的 我觉得排的人好像比较少 耶 然后他这边有写出来 礼拜一到礼拜天 他们会固定换的饺子 但我后来决定去常设的 因为 他这个每日替换的啊 有点太多 我怕我不是吃到 后来不知道在吃谁 排队的时候 先来逛一下旁边的商品区 好 终于排到了 我这边建议贝宝们 你们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直接用LINE加好友 领整理券 我们刚来的时候 在那边东晃西晃 过来逛去了 结果领完整理券之后 真正排了一个小时 那这边点餐方式也很特别 像这里面有五间店 那你就是直接到你要的那一间店 点完餐付款之后 要用号码牌 然后就再送过来 前行万苦终于可以吃了 第一个这个是龙门的四川风饺餐 就是红油炒烧 那是比较酸辣 然后清爽的口味 第二个这个是MENMAN的YUDE餃子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萝卜泥 你感觉蛮清爽的 下面那个酱汁啊 是酸底的 然后配上一点点葱花 还有上面的萝卜泥 就是吃起来 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夏天吃 很清爽 目前都没有吃到尖饺 可是前面这两个都还蛮好吃的 然后这一个呢 我们要来吃的是 我最期待的 香兰尖饺 味道还蛮不错的耶 里面的肉汁的感觉有出来 然后外面脆皮的状态也蛮好的 我点的这个是饺子浪漫的啤酒 它这个啤酒口味是比较重一点点的 我觉得对上饺子的口感蛮刚好 然后这边还有香兰的黑汤饺子 其实我刚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像酸辣汤的感觉 它上面那个辣椒丝很辣耶 但我觉得很好吃 不是酸辣汤是 好我收回 它就是没有勾芡的酸辣汤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酸辣汤饺 可是上面的料理很不一样 你看它就会放很多豆芽啊 很细的木耳啊 还有辣椒丝 所以其实吃起来口感是比单吃汤饺 或是一般的尖饺还要丰富很多的 接下来要来吃看看 我来日本最想尝试的就是尖饺定食 我实在是永远不懂 尖饺就这么多淀粉了 到底怎么配白饭 然后这个定食呢 还有配一个昆布汤 然后一点点盐菜 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他们说就是 余都光他们以前的煎饺是当做主食 然后他们就越来越改良 皮做的越来越薄 料越来越多 慢慢变成一种配菜的感觉 这个味道比刚刚香染的还要浓哦 但是为什么要配白饭 我这样子也没有礼貌 我真的永远不懂 比如说他们吃拉面 你可以再配碗叉烧饭 然后他们吃很多 你就觉得已经是淀粉主持了 还可以再配个淀粉 然后这也是日本人 还大部分都这么瘦 最后一个呢 我妈来试的也是 网络上很多人推荐的那个 明明 炸饺 其实我猜吃起来应该会很像炸春卷 因为它皮比较厚 因为炸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配点蘸酱 试试看 这个不错耶 这个不错 它其实已经很早就上菜了 你们进来点了之后 它大概三五分钟 就会端到你面前 但它放了那么久 它的皮也是蛮脆的 然后试看看 煎饺子 很脆耶 但我老实说我说到现在 分不出来谁是谁 你看南瓜还会出很多 特别的口味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好像来这边 你不一定要去特别追求哪一家店 我觉得仅仅就是看你喜欢吃的饺子就好 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原味的汤饺或是水饺 就是味道会比较淡 除非你想要吃非常清爽的 要不然我会建议大家都还是可以 尝试点煎饺 我觉得味道会比较好 但这个 有调味的汤 或者是刚刚鱼头炒手的 其实我觉得是蛮好吃的 推推 我觉得八方云集没有输耶 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台湾的尖角也是 蛮有水准的 我觉得整个体验真的蛮特别的 如果费宝们有来这附近旅行的话 我建议你们可以去 试试看看这个 饺子的主题乐园 那我自己的心得是就是 其实我刚吃完的时候 没有那一种 哇的感觉 我猜其实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为了拍摄 那个饺子都被我们放到冷掉了 然后再加上 我今天就是个小闹闹 我想说第一次来 我就先点一些经典的口味 所以我才会吃到 后来有点分不出来哪一家是哪一家的 如果我下次还有机会 拜访于渡宫的话 我应该会尝试一些 比较新奇跟特别的口味 吃饱了 是不是可以来喝一杯了 你们知道于渡宫 除了饺子有名以外 它的调酒也是 非常的屌的 当地其实出了非常多的 全日本鸡尾酒调酒比赛的冠军 我身后这一家 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 The Flare Bar 它算是十足你要等级的 它从2005年就开夜楼 那听说这边其实有那个 用栗木线盛产的草莓做了调酒 我们现在就来请 宫崎先生调一杯 他不觉得我很妹啊 我们今天宇治宫快闪24小的影片就在这边 告一个段落 如果喜欢我们的喜欢的话记得 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小铃铛 下个礼拜呢我会去东京找我的好朋友 Atsuko一个日本专业的料理人 一个主妇 我们会一起去逛街买菜 再去他家做菜 喜欢的话 下礼拜记得锁定我们的日本Vlog 拜拜